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家常菜似乎成了一种奢侈品 我们总是忙于工作 社交 甚至连吃饭都要在外解决 然而 家常菜的温暖和味道 却是任何外卖都无法替代的 今天 我就来和大家聊聊温暖的家常味道 并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 家常菜的魅力在于它的简单和亲切 想象一下 回到家 门一打开 扑面来的就是妈妈做的红烧肉的香味 那一瞬间 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 其实 红烧肉的做法并不复杂 关键在于那份用心和情感 每一块肉都仿佛在诉说着家的故事 或许是小时候的某个周末 或许是某个节日的团圆 说到家常菜 我不得不提到我的一位学生小李 他的家乡在南方 家里的拿手好菜是剁椒鱼头 每次上课 他总是兴奋地分享自己妈妈的秘方 甚至还带来一些剁椒给我们尝试 可想而知 课堂上那股辣味和欢声笑语 简直让人忍不住想要立刻飞到他家去吃饭 小李的故事让我意识到 家常菜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情感的传递和文化的延续 当然 家常菜也有他的幽默一面 记得有一次 我的朋友小张在家尝试做宫宝鸡丁 他兴致勃勃地把所有材料准备好 结果在炒的时候 竟然把盐和糖搞混了 最后做出来的宫宝鸡丁成了宫宝甜丁 让他哭笑不得 尽管味道有些奇怪 但他却把这道菜命名为创意宫宝 并在朋友聚会上自豪地分享 可见 家常菜的乐趣不仅在于味道 更在于那份轻松和幽默 最后 我想说 家常菜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工具 更是连接家庭 传递情感的桥梁 无论是简单的炒青菜 还是复杂的红烧肉 背后都有着无数的故事和回忆 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 能够抽出时间回到厨房 做一顿属于自己的家常菜 享受那份温暖的味道 毕竟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适合远方的家常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岁月的调味品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岁月的调味品 听起来像是某种神秘的调料 其实它指的是 时间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像一位厨师在烹饪时 调味品的添加 可以让一道菜肴变得更加美味 岁月也在我们的生活中 增添了许多独特的风味 首先 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曾经有位老奶奶 她的拿手好菜是岁月炖牛肉 每当家人聚在一起 她总会用那种神秘的调料 炖出一锅香气四溢的牛肉 后来 家人们发现 老奶奶的调味品 其实就是她几十年来的生活经验 和对家人的爱 每一块牛肉都浸透了她的回忆 仿佛在诉说着 那些年间的欢笑与泪水 岁月的调味品 不仅仅是时间的积累 更是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 比如 年轻时的我们可能会觉得 失败是个可怕的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会发现 失败其实是成功的调味品 就像一位伟大的厨师所说 没有失败的菜肴 就没有完美的菜单 所以 别害怕失败 勇敢地把它当作你人生中的调味品 调出更美味的未来 再者 岁月的调味品 也体现在人际关系中 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争吵 而感到沮丧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会意识到 这些争吵 其实是增进感情的调味品 就像一锅汤 偶尔加点盐和胡椒 才能让味道更加丰富 与朋友 家人之间的小摩擦 往往能让我们 更加珍惜彼此的存在 最后 我想说 岁月的调味品 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添加的 无论是快乐 悲伤 成功还是失败 都是我们人生这道大餐中 不可或缺的调料 记住 生活就像一场烹饪比赛 关键在于 如何调配这些调味品 让它们在你的生命中 交融出独特的风味 所以 下次当你在厨房忙碌时 不妨想想岁月的调味品 给你的生活加点料 让它更加美味可口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团圆的味道记忆 在我们中国文化中 团圆的味道 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 更是情感的味道 每当佳节来临 尤其是春节 家家户户都会忙着 准备丰盛的年夜饭 仿佛每一道菜 都在诉说着 一个个温暖的故事 想象一下 桌上摆满了 四香味俱全的菜肴 红烧肉 清蒸鱼 饺子 年糕 每一道菜 都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比如 鱼代表着年年有余 而饺子则象征着招财进宝 不过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还是那一碗热腾腾的汤圆 汤圆 圆圆的 象征着团团圆圆 每当我咬开那一口 甜蜜的芝麻馅流出来 仿佛是家人团聚时的欢声笑语 记得有一年 我的外婆亲手做的汤圆 个头大的像乒乓球 吃上一口 简直是汤圆界的巨无霸 外婆总是笑着说 吃了我的汤圆 保证你们的运气 会像这汤圆一样 越滚越大 当然 团圆的味道记忆中 除了美食 还有那些温馨的瞬间 比如 和家人围坐在一起 分享彼此的故事 听着长辈们 讲述过去的趣事 那时 我总是忍不住打断他们 问 外公 您年轻时 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帅 外公总是笑着说 当然 帅是天生的 但我可没你这么会说话 团圆的味道记忆 正是这些美食 与欢声笑语交织而成的 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和温暖 无论我们身处和地 心中那份对团圆的渴望 始终如一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到一碗汤圆时 不妨闭上眼睛 回忆起那些温暖的瞬间 感受那份团圆的味道 毕竟 团圆不仅仅是一个时刻 更是一种永恒的情感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中的美好 家常菜 岁月的调味品 和团圆的味道记忆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我们常常忽视了那些简单而温暖的瞬间 但正是这些瞬间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丰富多彩 首先 家常菜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更是对家的思念和情感的寄托 无论是红烧肉的香气 还是小李的剁椒鱼头 背后都蕴含着家的故事和温暖 而岁月的调味品更是让我们在生活的旅途中 添加了许多独特的风味 失败与成功 争吵与和解 都是我们人生大餐中不可或缺的调料 最后 团圆的味道记忆 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每当佳节来临 围坐在一起分享美食和故事的时刻 总是让我们感受到那份归属和温暖 汤圆的甜蜜和热腾腾的年夜饭 仿佛在提醒我们 无论生活多忙碌 都要珍惜彼此的陪伴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生活就像一场烹饪比赛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主厨 希望你们能在忙碌的生活中 抽出时间来享受这些温暖的瞬间 调配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味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 或是特别的家常菜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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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